警察都已經來了 兩人還是你一言我一語 找我錢 要找你多少錢 處理好了 要怎麼掏錢 現在算了 怎麼就現在算了 好啦 那你走吧 原警勸了好幾次 請他們進去再講 還是針不停 12號下午 金門有名小黃司機 載到一名女外籍配偶 剛打小三通反台要投票 不過卻因為車資起了爭執 因為從水頭碼頭往返上 以機場總共車資360元 但女乘客這時好納悶 以前都是300元 怎麼會多收我60元呢 原來是今年費率調漲 行至上路 以前都是講好300元的價格 但現在是跳表計價 才會造成誤會 警方協助溝通 兩人終於展開 投票前一天返鄉人潮見真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順利回家投票 因為船班不夠 所以說你們沒有補上 對啊 沒辦法 想要投也沒辦法投 因為船班現在還要在排 4點半 澎湖因為島嶼分散 像是東極島 東雨坪 花雨 等三級離島需要轉船 但船班一大早就全滿 那如果今天呈現兩艘船都客滿的一個狀態呢 我們即將啟動 開口契約來雇用民間的一個客船來執行 離島的一個疏運 特地搭機回家 來回機票就要3000多元 儘管舟車勞頓還要排隊後補 但民眾依然盡力返鄉投下省勝的一票 TVBS新聞王雲婷 陳正蘭婷 金門澎湖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